再来看上班族每天的大难题 那就是中午到底要吃什么呢 当然最快速的解决方式就是订便当 虽然外面的便当常常多油多盐 但是也只好凑合着吃 不过现在你可以买到像这样 色香味俱全的水煮健康便当了 经营方式也有所改变 不再像传统的便当店 而是全部都改用网络预定 然后透过外送平台送到客人的手上 减少了固定跟结账的人力成本 也开创了新的便当经营模式 现在中午用餐时间 可以看到很多上班族出来觅食 不过这附近的店家虽然很多 但总有一天可能会吃腻 要是你想要订便当 但你就怕里面的菜太油 或者是配菜不喜欢 现在就很多退出健康的餐盒 要来翻转整个传统便当的一片红海 这道葱烧猪肉餐属于客制化 无淀粉料理是健身组减重组的最爱 满满的肉与蔬菜在餐盒里一边一国 有黄又有绿 让平凡的午餐掀起便当美学新革命 我们所有的主菜在肉类的部分 都是用定温舒肥 这样先真空锁住之后 然后下去做舒肥 可以把肉的本身的甜度 然后嫩度都可以锁住 它肉都比较不会 大家觉得水族的柴 餐点不只高颜值 还要兼具美味与健康 看不到大火快炒 只有热水汆烫 每一道菜出菜的时间 其实它要烫的时间都不太一样 有一些可能30秒 有些要到一分半 如果温度是在里面的话 里面的菜容易黄掉 水煮餐看似简单 背后却有大学问 因为没有多余的烹调手法 食材新不新鲜格外重要 像这个就是菜心类 它是让客人口感不一样 因为如果整个便当都是夜菜类 客人咀嚼会比较累一点 蔬菜每天进货不放隔夜 除了选择当定食材 也要考量客人吃的口感 经营便当店 咪咪咪咪咪多 从备料 煮菜到出餐 每个师傅忙得团团转 却始终没看到客人上门 反倒是 大哥 你这边好 10点半喔 对 好 谢谢 对 第一盘你等 原来是外送人员来取餐 没有内用区 打破了传统便当店 外厂点餐内用 内厂料理出餐 前店后厂的既定模式 新兴便当店退居幕后 不直接面对客人 该由网络预定 再让外送平台送餐 开启便当经济学 新的一页 因为如果我们今天摆了一个店面 那当然自来客什么 我们一定有很多现场的东西 要去应付 那这样的话数量上也不稳定 所以我们很难去控成本跟品质 社群网路风潮 吹进便当界 经济部统计处公布 菜营业者 经营社群网路或LINE 高达百分之五十四点一 而线上定位或点餐 也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三 提供手机支付 占百分之十七点二 逐年稳定提升 通常都是一次定一个礼拜 就是这样整个礼拜定下来 然后每天都non-stop 这个就是VIP区 那再来我们还有除值区 除一万以上我们是回贿十百分之一 买便当云端化 更打破纤实的时空限制 推出便当真空包 买便当不用再非得当天吃完 什么时候想吃 只要隔水热一下 就能还原美味 除此之外 便当还能这样卖 101大楼推出便当贩卖机 solo各大便当名店 敢在中午用餐前现做 热腾腾的放进机台内 让消费者按钮选择 这间商店的 你就会怕他说 他是已经做好 然后冷冻 然后冻很久这样 对 像这个其实 他就是每天做完 然后送来这边 然后就有 他这里面有保温 主机处公布 台湾外食人口已突破八成 差过一千七百万人 整个外食商机出估五千亿元 其中便当 更是许多上班族 快速填饱肚子的捷径 看这样一份多少钱 120 那如果你在附近外面吃的价钱 其实也大概是 80到100多中间我觉得 那边很大钱 但这边就是效率 可以提升很多 对 就还蛮节省时间 要求效率又要好吃 还要吃得健康 市场上吹起健康餐盒风潮 尽管一份动辄百元起跳 却也冲出便当新蓝海 这样好了吗 明天的午餐 你想吃哪一道